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当天要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 其实是要跟之后的毕业收入成正比 以及失业率成反比的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大学的专业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ACI南加州学院的郭主任 跟我们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专业 才可以与收入成正比与失业成反比 郭主任你好 申霖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刚才你告诉我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从bankrate.com这边的研究报告出来了 其实你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 哪些专业是可以跟收入成正比 以及跟失业率成反比的 先跟我们讲几个不同的专业 对 大家很多家长他们都想说 我让孩子花了很多的清血时间努力 终于把孩子送进一个好的大学 名牌大学 结果常常很多时候因为研究不清楚 就是你是进了好学校 但你选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专业 结果到出来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竞争力又退到后面去了 就越归零了 就这意思就是说进学校很重要 对 进好学校重要 但是选到一个好的专业也非常重要 那美国来讲现在对整个全世界 不是美国的趋势都是念STEM或者STEM 就是这个Science Technology 这个Engineering跟Math 跟这个数学Math 有时候中间有一个A的话是念Art 这是艺术 这些是因为是把整个消费市场 就业市场 这劳动市场 还有财富的市场里面 它慢慢化约成说 这几个专业是毕业出来 说你的这个学到的Degree 是Maybe是一倍半 或者Double 两倍的这个报酬收入 甚至到三倍 比起那种冷门的这个科系 意思选对了 你年薪出来是十万 选错年薪出来是三万 都是大学 都是大学毕业 所以在这里面 蛮值得家长认真想一想 你的孩子具备什么条件 应该读什么样的专业 毕业出来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不能勉强 而是你说对孩子要了解 对就业市场也要了解 才能够做一个很合适的对接 相辅相成 对不对 就像您说的 对市场要了解 对大学要了解 对所选的科系也是要了解的 您提到了Sta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这四个 这样讲起来 是不是亚裔人士 对这四个科目 比较得心应手一些呢 我们讲说就是国际来的留学生 就是国际学生来这边念Stam的 这些科系都占了62% 就是说有六成的学生 都是选这种热门的专业的科系 因为你要考虑到毕业出来 有没有人愿意付你薪水 有没有愿意雇佣你 然后这些国际的学生里面 大概有70%的学生 又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跟印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高科技市场里面 这些Engineers 这些工程师 这些专业人士 可能是不是印度人 就是中国人 或者有部分韩国人 或者一些日本人 他们就占了很大一个比重 而美国本身呢 他们在讲述说 他们一年能够培养出的 念Stam的这个人才 大概是46万人左右 大学生 可是在中国的话 可以到400 大概420万 430万这么多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这些人 毕业出来的数值 假设是一样的话 那可能以量来讲 中国培养出这人才的量 是美国的好几倍 几年以后 在这方面的科技 就有可能是追上来 或者是领先 但是美国的确是因为 它大学的系统 它教的这个数值的质量 当然还是比其他 全世界国家要来得强 所以它可能一个MIT 毕业的一个学生 他的创造力 他的成果跟力 比得像其他大学里 100个人都比不上 一个MIT毕业 这个人的创造力 或他的这个想象力 是在这里的 那其实在美国 我们现在已经把Stam 越来越下 往下扎根了 现在连像Elementary School 甚至是Middle School的小朋友们 都开始对Stam 是有兴趣的 对Stam有兴趣 对之后大学选科系 是不是就可以 更有兴趣了 现在来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生 他们需要做的一个功课 就是说孩子在念书 这个念书最好是想法 再成熟一点 再周延一点 念书不是大学毕业 拿到文凭 Diploma文凭 那就回家开始吃冰棒 看电视 就可以去休息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拿到文凭的时候 你就更上一层楼去读研 读硕士读博士 or进入到职场 那你这就开始 很critical的问题了 你的薪水是5万6万起跳 还是8万10万起跳 还是只有3万到4万 这时候你选到一个对的东西 不能全部看兴趣 也不能全部看市场 我认为是市场的机制 跟你个人的能力兴趣 两个要结合 所以说在ACI南加州学院 这个学生要进来 要选专业 选科系 其实我们经过一个非常好的测评 就是让这学生能够经过一个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测验 了解孩子 你适不适合学一个电子工程 学一个统计学 精算数学 应用数学 或者去学这个Science 或者跟生物基因 跟医学有关 其实每一个领域里面 它都有叫基础知识 背景知识 而我的看法是说 除了基础知识 背景知识 要有叫基础的兴趣要有 基础的概念要有 否则隔行如隔山 所以你常常进了这个以后 你发觉你没兴趣 你想转到你想去的 发觉你转不进去 你的背景的学分 学历 知识都跟不上 那你可能在中文就在整个大学里面 勉强找到一个学位或者科系 你只是毕业了 只能算你工学 你毕业算是大学生 但是一个是没有市场价值 没有很高价值的大学生 跟一个valuable的一个大学毕业生 在市场上的被重视 被赋予薪水的程度是差很多的 所以被市场重视 或者被社会所重视 跟你不被社会所重视 就是差很多的 刚刚您提到了 我们知道STEM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science 所谓的engineering math technology 这都非常重要 有什么科系 我们如果可以避免 最好是避免 因为它有可能会把我的 整个平均的薪水 变成反比 失业率一直在成正比 其实现在他有讲出来 像一般我们讲念社会学 Sociology 或者念这个临床的心理学 念人很多 就业市场不大 或者某些科系 就是说这个需求量不大 然后在做事 人又不退休 市场就永远是成一个饱和状态 所以当这些想法的学生 也许你有兴趣 去毕业出来 你就一直在等 在我们这个学校 做31年的历史 在前面的25年前 就有一个老师 跟我聊天 讲过一个状况 他是UCLA的 这个英文系的PhD 博士学位 他一直想找个 在大学教书的工作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 所以他一直也在 我们ACI教书 教了好多年 最后他认真跟我讲 我问他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大学找不到教书工作 你怎么办 我清得很清楚 他说他会work in 7-11 他是说到71便利商店 去打工 你知道这是UCLA的英文博士 一个美国白人 他讲得很现实 就是说如果这个学位 不被市场上所接受 之后不到大学的教职 我可能去当店员 当clerk去 所以他熬了很多年 终于找到一个中西部 很乡下的一个小城市里面 很小的一个学校里面 终于去教课了 而他同时在读UCLA 就是如果你学的一个是 学IT 或者学相关的电子工程 这些 可能到现在已经是 事业有成了 赚了非常多的财富 已经开始去投资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 从这个观点上来讨论学生 所以你在选学校 选专业的时候 你一定要请专家 请长辈 有经验的父母 长辈一定坐下来 宁可花到10个小时 20个小时分很多次 把这个方向理出来 你所有的努力 到最后才能够兑换成 一个非常有回馈的一个 这个工作 或者一个职业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非常有成就感的工作吧 因为你花了20几年的时间 在学校里面 你也许今天你换到的 可能不是金钱 你想要换到一份成就感 可是如果你不在 那个工作岗位上 你根本没有办法 换到那个成就感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30几年的时间 拿到一个PhD unfortunately 那个市场是饱和的 在一个市场饱和的状况之下 你怎么样 挤破头也挤不进去 拿不到一个教职的职位 在这边哭哭等候 到最后 也许只能做到 7-11的门市员 吃也吃不饱 穿也穿不暖 其实我觉得这样 有一点悲哀 因为他再怎么说 是一个PhD了 我如果今天是一个 Middle School Student 你可以 我也许对我的 之后的理想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学专业 我也不知道 可是I have a will 我今天想要坐下来 跟您聊一聊 我已经做好 我的性向测验了 也许我的性向测验 就是对文科比较好 那怎么办 难道我一辈子就毁了吗 郭主任 其实按照现在的 工作的领域来讲 你是学文的 学历史的 文学的 甚至学艺术的 你不能脱离开 这个网络的事件 你所有的Internet 基本的电子 电脑的知识要有 这个操作去search 做一些Database的 分析数据 懂得怎么使用网络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所有的商业的概念要有 你是学艺术的 要知道怎么去promote 怎么去推销 行销自己的创意 想法 艺术的观点价值 所以现在的分工 不能像以前 就是你学文的 学理的 学工程 学医学 大家都是敬畏分明 不可以 现在他们有共同的平台 这些英文都要好 他们对这个网络世界 都要熟悉 能够使用所有的软件 第三个 他们对这个商业投资 就是财务智商 在我们ACI厂长 教的Financial Intelligence 我们会教这个财务智商 给我们的学生 你对整个金钱的 现金流的运作 财富怎么累积 怎么赚钱 这些概念要有 再来 你再去学你自己 喜欢的专业 因为你的平台基础有了 你不是一个 纯粹学艺术的 说除了艺术殿堂 一出来就什么都不懂 市场上很难接纳你 很难 很难 还要雇用你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知识的平台 跟财富的平台之间 在这个大学里 选科系 都应该找像 ACI里面的Counselor 或各个校区的主任 坐下来 带来认真咨询 就是说 我带孩子的能力条件 我将来市场的方向 请我们用31年的 升学辅导经验 告诉这些孩子 这条路怎么走 选到对的学校 对的科技 人生一路都会走得 很顺畅的 爸爸妈妈也不用 这么担心吧 因为爸爸妈妈跟 青年学真的 非常非常多的冲突 青年学要的 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要的 爸爸妈妈想的 也不是青年学 想要知道的 如果可以在 现在这个阶段 不管是 中学这个阶段 或是在 中学这个阶段 可以想 性向测验先做出来 把自己的兴趣 到底在哪一个方向 先厘清 之后找ACI的Counselor 告诉我 其实现在社会的 大方向是在往哪里走的 把自己的兴趣 跟大方向做结合 然后用经验 31年的经验 把所有的路 先整理出来 铺好之后 跟着这个道路 往前走 到最后大学 毕业之后 才不会失业率 缠着我 然后钱又赚不到 是的 今天非常谢谢郭志润 来到我们天下综合 来跟我们谈到 其实在大学 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 大学四年读出来之后 其实您希望 你的薪水 跟你读出来的学业 可以成正比 当然失业率 一定要成为反比 如果现在 您的小朋友 是在高中 甚至只是在middle school 我觉得做一个 性向测验 了解他们的兴趣 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就是 了解一下 社会的大方向 把你的孩子的兴趣 跟大方向 做一个结合 才可以真正知道 孩子未来的路 应该怎么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